解救普通人这几个月成为国内焦点 崩盘后 警方接获20宗国内外投报 正式展开调查 经过几个星期后 伍佳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拿督阿克里沙尼 今天出席开放门户活动后证实 调查行动已经告一段落 报告也已经成交给总检察署 解救普通人负责人李中盛的最终命运到底如何 则有待总检察署定夺 至于槟城统一性质的NBI公司 被指其实是一个跨国犯罪集团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布巴卡不愿脱谈 只是表明案件是由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领导调查 警方只是辅助 NBI早前被指跨国犯罪诈骗上亿令集 因此我国与泰国执法单位成立委员会联手调查 NBI我国目前已经冻结NBI91个银行户头 涉及金额高达1亿7700万令吉 泰国执法人员也计划到我国搜证 进一步彻查 中文字幕提供